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十四国超大军演护航美军通过台湾海峡 中国气象反常 长江闹汗 新疆爆红 敦煌全域静默管理 上海核酸不停 北京表示已经向村镇银行的苦主 垫付了180多亿 八名官员被查 不顾印度的质疑 斯里兰卡批准中国测量船靠港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那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度太平洋事务的协调员坎贝尔 在8月12号的时候表示 美军将会在未来数周之内通过台湾海峡 进行标准的空中和海上的通行 另外坎贝尔指出 美国会在未来数天之内宣布一个雄心勃勃的路线 它与美台贸易谈判有关联 坎贝尔还表示 面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访问台湾 北京过度的反应 他称北京用此事作为借口 试图来改变台海的现状 报道说包括美国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日本 新加坡在内的14个国家 8月初开始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拉岛和加里曼丹 在8月3号开始举行名为超级加鲁达盾牌的军事演习 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超级加鲁达盾牌军事演习 超过5000名军人参加 报道表示这一次扩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被北京视为是一种威胁 好 水利部在8月12号的时候发布新闻稿指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为降雨和溶雪 当地21条河流爆发了超警戒流量的红换 另外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指出 往年这个时候进入汛气的长江流域却陷入了旱象 波及到了耕地于900万亩 根据中国水利部的信息说 8月9号到8月11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受到降雨和高温溶雪的影响 塔利木河的干流及其支流 叶尔羌河 阿克苏河 还有魏干河等21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流量以上的洪水 其中喀舍嘎尔河的支流 艾格兹亚河以及魏干河的支流 穆扎提河超过了保证的流量 而在8月12号12点的时候 塔利木河的干流 阿拉尔河段 印巴扎至乌斯满河段 仍然超警戒流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已经提升了洪水的防御级别至四级 报道说此前新疆的伦台县的天山山脉 因为降下了暴雨 恰逢高山的冰雪融化 爆发了季节性的洪水 并且水漫中国石化公司在沙漠的石油田 严重冲击了油区生产和勘探的作业 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共计约有300多平方公里泡水 另外报道说往年此时正值 好 再来看一下敦煌全域寂寞管理上海核酸检测不停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上海常态化的核酸检测似乎没有结束的一天 已经成为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 官方在8月13号的时候宣布 免费政策将延长到9月底 这是6月份解封以来的第三度延长 也代表上海仍然维持严格的防疫 报道说上海在6月1号解封之后 民众出入公共场所 搭乘大众公共交通工具 都需要出示72个小时以内的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阴性证明 为了落实防疫的政策 上海街头大量的建制了常态化的核酸检测点 以免费的方式鼓励民众检测 报道说根据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的信息表示 由于上海市目前仍然有社会面的阳性感染者的报告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较大 为了进一步的巩固疫情的防控成果 快速的发现阳性感染者 有必要在现阶段进一步的加强社会面核酸检测的工作 因此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 上海市全市的常态化的核酸检测点的免费检测服务 延长到9月30号 报道说原本核酸检测免费的政策是到6月底就结束了 上海市政府在6月中旬的时候宣布延长一个月到7月底 接着在7月中旬的时候再度宣布延长到8月底 如今再延长到9月底是第三度的延长 通报并且要求上海市民应该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如果7天之内没有核酸检测的记录 随身码也就是上海市的健康码系统将会被赋予黄码 在完成了核酸采样之后 随身码将在24个小时以内转码 对应检未检并且造成了疫情传播扩散的人员将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另外报道表示中国热门的旅游景点也陆续的出现了疫情 继海南三亚和西藏的日喀泽采取了封控措施之后 甘肃的敦煌也宣布在8月13号的下午3点开始 采取全域静默管理24个小时 旅游活动暂停全市的民众要接受核酸检测 报道说敦煌的官方在8月13号的时候宣布 由于近日临近多地出现了2019悉心冠状病毒的疫情 形势严峻复杂 10号以来已经有多例距敦煌旅居时的游客被确诊 为了有效的防控疫情的风险 当局决定在8月13号下午3点开始 安排全市所有的民众接受病毒的核酸检测 24个小时之内完成期间痊愈实施静默管理 另外报道说新疆的库尔勒则是继乌鲁木齐和伊宁之后 也宣布从8月13号的早上8点开始 全市实行临时性的静态管理暂定为5到7天 期间严格的管控人员的流动并且实施交通的管控 报道说暑期是中国的旅游旺季 但是在中国官方定调的动态清零的方针不变之下 各地仍然对防疫采取了严格的措施 海南月初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病例之后 旅游城市三亚在8月6号开始采取了临时性的全域静态管理 限制人员的流动暂停公共交通 三亚机场航班也被取消 数万名的游客滞留在当地 西藏的拉萨在8月8号筛出18个人阳性之后 他们曾经到过的日喀泽也宣布静默管理3天 报道说中国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之前报道说 暑期旅游旺季被打乱 导致艰难当中复苏的旅游业再度蒙上了阴影 好再来看一下 北京表示已经为村镇银行的苦主 垫付了180多亿元 有8名官员被查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银保监会的官员表示 官方已经为河南安徽村镇银行币案 垫付了180.4亿元人民币 河南和安徽的5家村镇银行 发生了取款难的事件之后 大量的储户上个月曾经到河南省会郑州市维权 官方随后宣布对村镇银行的客户 分类分批开展先行的垫付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8月12号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在通缉会上介绍了安徽河南个别村镇银行的资金垫付的情况 负责人表示7月11号以来 河南安徽先后发布了四期公告 分别对5万元以下5到10万元 10到15万元 15到25万元的客户实施垫付 截至到8月11号的晚上 已经累计垫付43.6万户 180.4亿元 客户资金垫付率分别为69.6% 66%进展总体顺利 报道说这名负责人也提及 垫付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共有14.7万客户没有登记 除了长期睡眠客户 也就是账户金额在100块钱以下的之外 还有少量的可疑账户 这些客户可能存在 被犯罪分子欺骗裹挟冒名开户 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信息 甄别和判断交易行为 呼吁没有登记的客户抓紧完成登记 报道说中国的银保监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 河南安徽五家村镇银行受到不法股东的操控 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 以及资金前客等一些方式 吸收并且非法的占有公共资金 性质恶劣 涉嫌严重犯罪 村镇银行账外吸收的资金 既没有缴纳存款准备金 也没有缴纳存款保险费 报道说 针对前些年一些村镇银行违规开展票据业务 大额授信还有异地授信 以及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存贷款业务 中国的银保监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已经对这些乱象进行了专项整治 取得明显的效果 村镇银行票据业务占总资产比例 大额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 均明显下降 互联网贷款已基本出清 互联网存款大幅下降 另外该机构还表示 目前还有40家村镇银行 吸收账内互联网存款 余额39亿元 除了河南安徽5家村镇银行之外 尚没有发现其他村镇银行 存在或者持有账外非法吸收的 互联网的存款 另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中心网的报道说 河南金融管理系统 今年已经有8名官员被查 当中有7个人是在近一个月之内被查的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斯里兰卡的官员透露 斯里兰卡政府在8月13号的时候 授予具有争议性的 中国研究船远望5号靠岗的许可 并且没有理会邻国印度对这艘船 可能对印度的军事设施进行情报刺探搜集的质疑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在国际传播及分析网站当中 对远望5号的叙述是一艘研究和调查船 但是依照印度媒体的说法 这是一艘有双重用途的间谍船 印度对于中国在印度洋日益频繁出没 以及对斯里兰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保持怀疑的态度 新德里认为无论印度洋或者是斯里兰卡 都牢牢的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远望5号原定于8月11号的时候 停靠中国运营的斯里兰卡的汉班拖塔港 但是在印度提出了反对之后 克伦坡要求北京无限期的延后 让这艘船到访 不过斯里兰卡的港务长习瓦表示 他已经接到了斯里兰卡外交部发出的通行许可 允许愿望5号于8月16号到22号停泊在汉班拖塔港 报道说庶民斯里兰卡外交部的消息是也证实 克伦坡已经重新发出了愿望5号的靠港许可 原本的许可证是在7月12号发放 但是隔天就发生了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出逃事件 当时斯里兰卡的民众不满国家面临历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已经示威抗议数个月 拉贾·帕克萨的包凶马兴达·拉贾·帕克萨 2005年到2015年担任了斯里兰卡总统期间 向中国借了大笔的债务 拉贾·帕克萨辞职之后已经逃往了新加坡 另外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说 愿望5号除了可用来进行太空和卫星追踪 还具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特定用途 印度政府已经表示担忧 愿望5号可能对它的活动进行刺探 并且已经对斯里兰卡提出了抗议 印度外交部曾经表示 它将密切地监视任何对印度安全和经济利益有影响的举止 并且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加以保固 斯里兰卡的港口官员表示 愿望5号在8月12号的晚间 在位于斯里兰卡东南方约1000公里处 正在缓慢的驶向深水港汉班托塔港 斯里兰卡支付一家中国企业14亿美元来兴建这座港口 并且以11.2亿美元的代价 将港口租给了中国长达99年